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我是李国卿,等待习突会,炒股不炒市。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 全日恒指只是微升了39点,收报28,513点。 注意,今天成交大幅缩减,去到不够七八亿,只有697亿。 上周五的成交额高达1,185亿,换言之,今天是少了488亿成交。 成交少代表什么呢? 即是大家都无心戀战,观望气氛龙。 观望什么呢?不用问,当然观望这个周末的时候,习突会。 G20期间,习近平答应和特朗普会面谈,大家都在等。 但是这个面谈,之前原本大家的气氛有多好。 但是上周末的时候,特朗普突然间又再极限施压。 是不是?又在搞中国,又说将一些具体, 又将一些公司列入了制裁的清单里面。 大家明白吗?在这个开会之前,又搞一些小动作。 一方面,其实他经常都是一口砂糖一口市。 一时就禁住了,副总统彭斯,不让他发给什么六四演说。 其实他一向都不重视人权这些东西。 他只是重视钱那方面,所以就制裁公司。 那是极限施压,在那边。 所以就一口砂糖一口砂糖。 那你就想着这个周末的时候, 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就可以施压, 令到习近平要答应他的条件。 那这个周末究竟会谈得怎么样呢? 不是要等到那时候,而是什么呢? 其实最快就是今晚, 应该,就算不是今晚都明天的了。 就是他们的属下, 就会先开一些预备会议。 在预备会议期间, 我相信西方传媒都会有一些消息会漏出来。 就算漏不完, 但也可能会有一些估计, 究竟是谈得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呢? 就是习近平会上高, 会有一个良好的气氛。 我个人估计, 当然啦, 其实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双方有一个很简单的, 可能一个很简单的协议, 然后之后继续谈。 你说这次全面破裂的机会, 就很小的。 但是达成协议的机会, 也是很小的。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有少少, 好像有少少, 可以继续谈下去。 情形就是, 好像去年11月, 在阿根廷, 布尔洛斯艾利斯的时候, 大家双方会面了, 然后就说可以继续再谈了, 于是乎就重新展开谈判了, OK, 接着就一直谈, 谈到今年4、5月之后, 就先出现问题, 大家又进入一个, 大家互相冷战的时刻, 然后呢, 接着就过一段时间之后, 又去, 他两个大佬, 又会面了, 然后应该就会继续谈下去, 这个就是我这么估计, 现在市场呢, 就在观望等待, OK, 好了, 在观望等待期间, 刚才说到, 成交大减, 縮得很紧要, 七八亿都不够, 那市场呢, 就牛皮靠稳, 大家看看恒生指数这幅图, 那今天呢, 有少少升, 但是呢, 就基本上牛皮靠稳, 连续三天, 基本上都是在28500, 这些水平那里增前, 今天最高见过28634点, 是这一段日子, 即6月份反弹以来, 今天见过最高的, 但是呢, 结果其实都是打横行的, 好了, 那连续呢, 已经第四天, 站在这个箱底颈线之上, 按照量度升幅计, 就可以去到29000, 29100, 这个是短线反弹, 那我仍然觉得这个短线反弹, 有机会达到的, 因为技术分析呢, 就是说, 上了来之后呢, 就有机会达到, 那现在短期在这儿, 牛皮增持之后呢, 希望有好消息, 就冲到上去29000, 那之后中线是怎样呢, 那如果他们继续有得谈, 记住, 我估计是继续, 就是今次会面之后呢, 中美双方可以继续有得谈的, 那继续有得谈的, 第二呢, 美国是会减息的, 在7月份, 减息0.25来呢, 就差不多是铁板钉钉的, 一定会减的, 除非出现了很大的变数, 那当它现在是, 七八成的机会会减0.25的, 问题是, 会不会再减多0.25的, 就是一次过减0.5的, 那我觉得机会都不大, 第一次减0.25, 无论如何, 怎样都好, 这次减息应该是十年以来, 美国第一次减息了, 好了, 那出现的情况就是, 中美会谈继续有得谈, 那美国有得减息, 好了, 那这个情况呢, 就好像今年一月的情况, 去年11月呢, 中美元首会谈完之后, 就有得谈, 但是要等到今年1月4日之后呢, 中美双方都说要放水, 那时候呢1月4日呢, 中国央行, 就在这个总理啊, 李克强讲完话要, 可以全面降准之后呢, 当晚啊, 星期五来的, 就公布, 会全面降准一来, 就分两次, 每次0.25来, 然后呢, 0.25%啊, 每个1%, 那接着美国当晚呢, 联储局主席呢, 鲍威尔呢, 公开说, 对加息呢, 他会保持耐性的, 这样, 那就是中美呢, 放水, 于是乎呢, 市呢, 就由今年的1月, 然后反弹, 反弹,反弹, 反弹, 去到4月, 总共升了五千几点的, 大概是21% 恒生指数计, 好了, 那今次的情况, 会不会是这样呢, 就值得大家留意了,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我觉得这个机会都挺大, 所以如果升到29,000之后呢, 有机会再冲上去, 有机会再冲上去, 那当然啦, 最后要看今个星期的会谈是怎样的, 好了, 那有些人, 那你见星, 港星, 见跌, 那我又想问, 那顺势而行嘛, Train is your friend, 不通见星, 顺势, 又要讲跌, 是吧, 那要看形势, 形势变成了一个势是好, 会有机会好的, 那看上去咯, 就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现在商底, 量度升幅先看着29,000, 如果气氛一直好的话, 那就应该可以更加上, 理由就是两样东西, 第一个, 中美继续有得回谈, 第二个, 美国会放水, 好, 那就会有机会冲上去, 好了, 讲完市, 不过今个礼拜, 都还是会先瞞住先的, 扭住先的, 那今个礼拜的焦点, 其实就不是这个市, 就是炒股不炒市, 好了, 那有什么股份呢, 那些体育用品股做得很好, 今天安踏升4.6%, 一棍所谓, 但是呢, 更好一点的就是李宁, 李宁呢, 就因为它已经破了顶了, 今天虽然邓来都上回去, 那安踏有些追落后, 你说如果想追落后的, 那些呢, 就安踏有机会了, 因为它都有机会冲上去, 可能会再创迷州新高的, 好了, 另外就是内房股, 最主要是大湾区的内房股为主, 炒股不炒市呢, 这些虽然小只, 不是很大型, 但是它们就升得很好的, 例如奥元那样, 今天升近6%, 创历史新高, 最高的时候去到11.06, 收10.98, 除了新城, 新城也是冲了上来, 如果它不计随正, 就未创新高, 如果计随正之后, 它就创历史新高, 今天最高的时候, 去到10.52, 收10.48, 挺漂亮的走势, 在这里整固了一轮, 现在又冲了上去, 另外呢, 就是内地的物业管理股, 好像碧桂圆服务那样, 那这只呢, 冲到上来, 18个多了, 最高的时候, 升到18.34, 就是历史高位, 收18.08, 但其实一批的物业管理股, 有很多比它更厉害, 不过这只是龙头, 譬如说中海物业, 今天都升不少的, 佳兆业物业, 都升5.5%, 佳兆业物业, 彩生活, 今天都升5.2%, 还有, 其实冲了上来的, 就是新城月, 1755, 永星生活, 1995, 这些小型一点, 一大堆, 其实呢, 物业股呢, 是值得大家, 可以多看两眼的, 好, 那还有什么股份呢, 譬如好像, 大胜一点的, 中国延期, 那它业绩好, 今天升了5.9%, 虽然呢, 它就未, 創了之前那些高位, 你看得到, 之前这一度呢, 就是12月13日的时候, 就做过29.76, 今天呢, 就收29.5%, 不过最高位的时候呢, 就去过29.95, 穿过这里, 那大家试想, 如果去升穿这个, 横行阻力区的话呢, 那会怎样呢, 这一个, 一个, 湖上去, 就是其实这里一次两次了, 如果说, 有些ABC, 什么都好, 总之这个, 当是一个密集区顶, 如果升得穿的话, 你当它呢, 照, 有4元左右的升幅, 那就可能去到34元的水平了, 好, 那还有些什么呢, 今天呢, 其实呢, 一大堆的, 有一部分的, 好像汽车股那样, 北京汽车, 今天都升回3.8%的, 这个, 康师傅呢, 都升近3%的, 有很多呢, 即是, 大胜的, 今天呢, 都开始动, 但是这些股份呢, 它是, 就算它在指数里面, 它占的比不重的, 那所以, 它现在的市场呢, 就不是动的指数, 因为指数可能留在这里, 就等那个集大会, 那些资金呢, 就流向一些, 中型, 或者是一些, 有前景, 大家主题, 比较清晰明确的, 仍你能见到高的股份那里, 例如一些, 大湾区的内房股, 例如一些, 物业管理股, 例如业绩好的, 中国燃气, 例如刚才说的, 安踏理定这些, 体育用品股, 内需股, 这些, 就流了下去, 所以大家, 如果这几天看, 就主要集中在这里, 而看长一点, 就是股价恒指, 会冲上去, 大概, 先看29000, 然后, 如果继续有得谈的话, 刚才我估计是正确的话, 如果是, 好像去年11月之后, 中美继续有得谈, 即是说, 7月开始, 中美继续有得谈, 再加上, 预期美国减息的话, 那恒指有机会, 就不止升到29000, 而是继续有得上的, 好了, 今天的分析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收看,